並不是說一點一點每天都一樣 而是說卡了很久忽然就擠上來 所以有三次的大樓身 造成二層的高位隔絕 就是說原本如果是擠上來 然後河水切了 切了以後久而久之 它還是會崩成這樣 崩下來下面就會形成一個平的河谷 形成平成河谷之後 下次再擠上來的時候又重新再切割 然後一兩百萬年 它又崩下來下面又形成河谷 再隆起一次 我們現在是在第三次隆起的切割的途中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直 但是上面有兩次 前面兩次幾百萬年前隆起的時候 在隆起的時候崩塌下來的那個高山的平原 那這些平原其實土地都蠻肥沃的 那原住民會選擇那個地方住 我們把它叫做高位河街或高位斷修 那在一千多年前 這也都是人類選家調查的 當時這裡呢 李烏西口族 猴猴族有 德羅比外人就是 港馬蘭族 這些人呢會住在這裡 他們住在這裡做什麼呢 他們住在這裡有淘金 那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淘金的事情 從十八世紀起呢 塞德克人就翻過中央山莫 到東部這邊來 塞德克人本來是住在哪裡 布設那邊 南投中央山莫以西 但是他們的人口慢慢多了以後 尤其是 稻澤群 透達跟土魯普群 他們住的那個地方 土地很小 天氣很冷不夠吃 所以後來呢 他們就翻過中央山莫 到東部去 那 布設群的人呢 就 跑到木瓜溪去了 在木瓜溪那邊 木瓜溪比較開闊比較好 因為當時 布設群比較強 布設群比較強 所以布設群站了 那個 布瓜溪那邊 後來就被稱為 木瓜藩 那 到澤群呢 泡澤群其實又叫陶之王 到東邊呢 就被叫做陶賽群 陶賽群 然後那個 土魯普群呢 他在西邊的時候 是最弱的 但是 比較窮的人家 長得比較有那種拼勁 他們到東部以後呢 他們到東部以後呢 就被稱為泰姆格群 土魯普 泰姆格其實都是同樣的發音 只是為了區別人類學家 把他用不同的字 表示 那 那個 胡船 就胡鐵蛙 當時是把他寫成大魯飯 好像大魯麵那樣 那他們的人 本來喜歡用德魯固這個名稱 不過現在都是被稱為泰姆格族 就是 那個 賽德克族 到 這三大群呢 搬到東邊去 現在統徵為泰姆格族 那 很多人類學家 不以為然 現在還稱他們為 東賽德克 你看他們是十八世紀啊 才 兩百多年前啊 才 搬過去的 所以其實都還可以找到說 他們本來是住在哪裡這樣搬過去的 在日資時代有一位遺產子智障教授 他就做了這樣調查 一個一個系譜的調查說 你們家祖先本來在西部哪個部落 叫什麼名字 搬到這邊來以後在哪裡建立部落 生了幾個小孩 做了整個家譜 把他們的家譜做了一個一個做出來 都可以追溯到西部是在哪裡 所以人類學家認為說 他們應該還是叫東賽德克族 不過因為政治的關係 所以他們現在是泰國國族 就是台灣十六個原住民的一組 但是他們應該是在這裡 他們也有滿意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